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牧门道射杀了张和 张和是武者良将 是朝魏最后的一位武虎上将 他死在牧门道 死在牧门道就可以说 张和之死对诸葛亮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战机 因为前面四次北伐 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第一次北伐他斩马术 第二次攻陈昌 第三次 诸葛亮在第三次北伐的时候 他只拿下了武都阴平 那到了第四次射杀张和 这个是诸葛亮他当政以来 跟朝魏对战唯一的战机 那现在我们来讲第五次 第五次我们讲还是乏善可乘 我过去曾经讲过诸葛亮五次北伐的时间 第一次大概一个多月 第二次大概十几天 第三次也是短期的 大概也是一个多月 那第四次大概两个多月 各位仔细去算 诸葛亮他发动的北伐 时间都很短暂 就是显然 诸葛亮他是不想打所谓的消耗战 他也不想打持久战 他是希望能够 什么讲 就是诸葛亮他希望能够尽快的速战速决 那速战速决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野战 而不是攻城或者是防御 或者是攻打坚固的碉堡 那这一次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他是希望跟司马懿之间 能够寻求一个堂堂正正的决战 那我说过 就是张和被射死在牧门道 当然有司马懿 你要假守诸葛亮杀张和 但是司马懿也非常的清楚 对于诸葛亮他不能够应拼 为什么司马懿非常清楚 因为司马懿是第四次跟第五次的主帅 司马懿都军官隆 各位要理解到 他对当地的地理形势 没有诸葛亮那么的清楚 尤其是第四次的时候 可是经过了将近三年的磨炼以后 司马懿对官隆的地形地物地貌地势 他都能够掌握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诸葛亮他又等待了两年七个月后 他第五次北伐 当然以后见之明以来看的话 这是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 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 我们可以说叫伐善可乘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时间 比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这四次加起来的时间还要长 将近长达八个月 就是说一般历史学者 他去研究这个问题 他只会去研究诸葛亮失败的原因 但是战争是一种时间的累积 就是我们看亡古今来的战争 亡古今来的战争 你很多都是持久战 或者是持续作战 你很少能够在短时期结束 当然21世纪跟20世纪末是不一样的 尤其1993年的博士湾战争以后 数战数决 几乎都会成为各国作战选择的标准 就是21世纪初跟20世纪末 中古时代的战争态势 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完全改变 我们去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的是阵地战 打的阵地战 然后一拖拖的四年 我们再来看看二次世界大战 你二次世界大战兼具了阵地战跟野战 还有陕基战 各种的特性 打了也将近五年 就是换句话说 战争的特性从中古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 它的战期 战争的时期都拉得非常的长 没有像到21世纪的晚期 我们其他不要讲 我们再来看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我们去看越战 我们去看韩战 也是打的都是血肉模仿式的战争 一直到1993年 美国推出了新军事革命以后 战争的情势才变成数战数决 就有句话首战即决战 当然也有人翻译成续战即决战 我们不能够拿24世纪末或者21世纪的战争的例子来反推诸葛亮 他第五次北伐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时间长达八个月 长达八个月 就是诸葛亮在北伐的整个过程当中 依照诸葛亮传记的记载 他先修 他先修粮仓 所谓粮仓 他是用包邪道 他要出包邪道 所以他在斜谷的南口 他成立了很多的粮仓 那换句话说 诸葛亮知道他前面几次的北伐都是良静而反 当然第四次是因为礼言从中 从中搅局 让他不得不良静而反 这也可以证明 就是诸葛亮他的出兵 事实上很多人讲说这是以公代守 错 所谓的以公代守 是地形地物地貌 是适合自己 我可以用一个弱势的兵力 把一个强国拖到我的阵地来 但是诸葛亮他是一心一意地想进入朝卫战场 而不是引诱朝卫进入到他的战场 这个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我们就仔细去算一下 他前面几次的北伐时间都非常非常的短 他主要的用意 根本就是禅食雍良 用禅食两个字来说好了 他能够打下来我就打 如果打不下来我就走 这个就是说诸葛亮的用兵 他是用彻翼进攻的方式 去做一个牵制性 对于朝卫做一个牵制性的作战 但是这种作战 确确的说 所谓牵制性的作战 那根本不叫战争 所谓牵制性的作战 不是说我一次牵制 我就可以把你歼灭掉 所以诸葛亮他是不想决战 他为什么不想决战四个原因 第一个本钱保 第二个兵力不足 然后第三个没有骑兵 那第四个 他的粮食并不足以支撑他 完成北伐大业 诸葛亮生前已经知道这些事 所以我经常讲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是米君 米 一个狮子旁的 脚狮旁的 米君 那我们来看 诸葛亮的最后一集 诸葛亮的最后一集 他准备的时间几乎长达三年 准备长达三年 他寻着包协道 寻着包协道 他在渭水的南岸 各位要理解到 渭水是东西巷 所以他在渭水的南岸 他碰的是司马懿 然后他也不北上武功 北上武功的路被郭怀挡住了 然后他又不到上规 因为距离上规有点 距离有点长 所以他只是要引诱 司马懿的大军跟他进行决战 他就希望说一次性的决战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但是司马懿何等从明 那司马懿的判断 其实各位去看诸葛亮传 他第二次进攻 被朝政算得准准的 然后第三次进攻 是五都阴平 所谓五都阴平 就是拿下朝魏的侧义 然后把人口迁到汉中去 所以我们仔细去看 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战争 几乎都在侧义 一直到了第四次 诸葛亮他也知道 应该寻求主力决战 但是司马懿跟他一战 被斩杀了四千多人以后 那司马懿就开始避而不战 那避而不战 他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他要拖死你 但是各位知道 你要拖住诸葛亮 除非你事前的战略判断 非常非常的精准 这两次 其实司马懿全部都被判断出来 就是说司马懿 他是第四次跟第五次 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他是朝魏的统帅 那司马懿完完全全理解到 诸葛亮的进兵路线 那他这个进兵路线怎么算的 就是我已经跟各位讲 从直武道 唐洛亮道 包协道 陈昌道 还有顾道 就是齐山道 这五条道路 我相信诸葛亮他都非常熟悉 他应该走哪一条路 那对司马懿他来说的话 他都都关容 他都都关容 应该已经到各个的云区去巡视过 所以他能够精准的判断出来 诸葛亮最多出三个地方 包协道 陈昌道跟齐山道 就是顾道 他最多只能够从这三个地方 齐山道虽然平缓 但是距离过远 然后我们再来讲 就是陈昌道他刚刚好 就是陈昌 那好招守陈昌城 那诸葛亮第二次北伐走这条路 齐山跟陈昌他都走过了 那剩下哪一条道路 如果诸葛亮他要用蚕食精凉的话 他应该能难走齐山道 但是诸葛亮要寻求主力决赚的话 他必须要走最短最短的包协道 况且包协道是诸葛亮非常熟悉的一条战道 因为赵云 邓芝都曾经在这个地方做过战 那他要走包协道 也是被司马懿判断 所以我们看 司马懿的兵力部署 你马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各位在那个网络上面 那你都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他在天水 第二个他在陈昌 第三个他在渭河北岸 他在这三个地方都部署了重兵 况且都是派一流的将领 郭怀废药他们去守这些地方 就从司马懿的行军部署你来看的话 司马懿他就避免跟诸葛亮的主力决战 那逼得诸葛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他只好在黄沙屯田 可是我们知道任何的屯田 你要古物跟种子 你要成熟的时候 至少要三到六个月 那司马懿就会算 司马懿这个人其他本事没有 这个本事他有的 我们看司马懿的几次用兵 他对于时间的精算都非常的准确 你看他平梦达 平辽东 然后杀亡灵 他都把时间算得好好 那他的用兵特性 是把时间算出来以后 他在去面对诸葛亮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见 在时间上面也来讲 在兵员上面也来讲的话 司马懿是比诸葛亮还要清楚 所以司马懿的兵力 他不会让直 他不会让直兵力 他都是在紧要的关头里面 他会做他确确的巡军部署 那再加上魏明帝的 曹瑞 他也非常清楚 诸葛亮的出兵都是配合东吴 所以他把主力战场全部放在东吴 然后西边以守 东边 东边以战 这个是曹瑞的妙算 因为曹瑞知道 关隆地区进入到所谓的曹瑞的核心区域 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不像合肥 你拿下合肥就是直指河南 直指河南 因为安徽上去就是河南 安徽上去是河南的话 各位晓得 一旦合肥失守的话 荆州震动 荆州震动的话会影响到晚城 晚城刚刚好 又是洛阳的复兴区域之一 在这种情况之下 曹瑞的妙算 就是东方已战 西方已故 这也就是说 曹瑞知道 当他面临两线作战的时候 就是先在西部 拖住诸葛亮 然后他的回旋刀就马上放在东部 就是说我击退了 孙权以后 我再回师到关隆地区 这个是因为地理格局 它已经就是这样 就是地理格局塑造了战场环境 这个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为什么我讲 诸葛亮的五次北伐 伐善可成 因为都在朝魏的算计之中 任何的战争要出其不易 才能够自胜 如果精精聚焦于地形地物地貌 第四或者是地缘政治格局的话 想要赢得战争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还有一个就是对诸葛亮非常不利的 对于诸葛亮的兵力集结 还有对于诸葛亮的后勤补给 这个是诸葛亮的两大弊病 这两大弊病 曹瑞跟司马懿都完全看出来 这也就是说 无疑什么诸葛亮五次北伐 不成功的原因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